保濕的車款508 然後升級的是無限科技T9的安鎖機 那今天的話呢也有升級就是前後USB 行車記錄器這個是前面的 那我們先直接開APP 然後它也可以跳後面的畫面 然後它的規格 是安卓10 然後464的 那裡面使用的導航是樂客導航網 它也可以就是有圖資下載 測速的提醒 那就是裡面還會有一套 錄光MAP可以用 來試一下語音 金箔先生車用品 語音辨識速度也很快 然後這個是無廣告的V2 來看看方控可以用 它都可以調音量 然後調亮度的話就是這邊也可以調 然後它可以分屏用整邊 就可以Youtube跟導航做植木分屏 分開時難過不要說 分開時難過不要說 如果被你想 可以語音聲控 下一首 下一首 上一首 增大音量 減少音量 打開導航 然後它裡面也蠻多APP可以用 一連手機啊 然後也可以自己下載 就是APP 開箱店 然後這裡也有那個 KKBOX 使用的話也蠻順暢的 都不會覺得就是卡卡的 然後如果覺得比較亮 它是可以這樣子點一下 不會覺得好像Lag這樣子 使用都蠻順暢的 而且我覺得有聲控的功能 也蠻方便的 然後它的Youtube也是可以聲控 鄧紫棋 鄧紫棋 然後這裡面好像也有收音機藍牙 然後我們還可以用USB去看音樂或者視頻 然後在這裡面 然後就一直在這裡面 現在出現了 一份時間 整個機會 就這樣 就這麼少 一回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